Hello 大家好 我是比较少 我今天是拿了一个 跟我之前拍的新虫有点相似 但是它比新虫要大 这个是海蝉 它还有一个很拗口的学名 叫做当簧刺意 它是刺意科的 山东是叫它海鸡子 然后我们都是叫海蝉 然后我就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他们说这个很好吃 味道很好 叫我试一下 这个东西它的伸缩能力非常强 它可以伸到一米 而且它挖沙能力特别强 它能够往下挖就是40厘米 它喜欢生活在海边 潮尖带的泥潭里和岩石粪里面 它再生能力跟海星一样非常强 因为它经常会把这个头呢 伸出去溺死 然后经常会被海鸟给吃掉一段 然后它会自己再长出来 它这两头是有刀刺的 我这个是已经去掉内脏的 所以你们看到它是瘦瘦残残的 不然它是那种很肥的那种样子 它是一个最原始的味精 不过它以前我们人是不吃的 都是用来做鱼饵的 然后也是近几十年才开始吃它的 然后发现它的味道特别好 而且特别营养 这个东西它居然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 然后营养成分是不亚于海参的 被称为裸体海参 因为它是这个有点裸色的 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温补干渗 我一会儿要炒韭菜 卤菜里面就是炒韭菜特别好吃 那我就试一下吧 刀刺要剪掉 棉抓一下 现在经过层层清洗 再来炒水 几秒 一 二 三 四 OK 现在给它剪断 等一下下去炒 学着那个卤菜的做法 加了料酒 加点盐 他们说这个海鸡子是天然的味精 就不用加太多 就差不多炒就行 他说炒鸡鸟就好了 但是我不放心 我又炒了久一点 好像有点炒太老 很脆 有点像那个吃鱼肠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那个鸭肠的那种 挺好吃的 我没有加味精 真的有一个就是味精的那种味道 这个韭菜炒这个海肠味道不错 又营养又简单 就这个海肠处理起来 太费劲了 真的 弄完这个感觉我的腰都止不起了 然后就是缩水很厉害 我买了三斤海肠 然后就煮出这些 很爽脆的那种味道 真的就要炒精药 我可能炒了有一分钟 因为我不放心 我炒的有点牢了 这个我们这边没有吃这个 市场上买不到 也没有人会去挖这个 如果去挖的话很难挖 我们这没有养殖场 所以在市场上买不到 不过晚上都有买 我这个是晚上买的 反正就是山东那边养殖的 现在野生的基本上很少很少很少 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三斤就一百多 我主要就是像吃海鲜一样 因为我没有尝试过 然后尝试了这道菜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